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一期的视频我为大家演示了如何勾制樱花花片 这一期呢,我们在上一期的基础之上 一块来制作一下樱花吊坠 首先我们从主体开始 首先勾制一片没有叶子的花瓣 同样方法勾制第二片花瓣 这一片不需要断线 直接拉大线头 留长一点的线,用来缝合 线头穿入缝针 两片花瓣背靠背 背面靠着背面 进行缝合 我们挑针目的后半针 进行缝合 一针对应一针的 两侧的花片 都是挑后半针进行缝合 先来看我的眼视 先来看我的眼视 就这样直挑后半针 一针对应一针的来回缝合 一直把这一圈都缝合完成 最后一针完成后 在结尾处可以多缝几针固定 再把线头在织物上打一个结 藏好线头 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制作挂绳 这里我依然用樱花粉色 挂绳我用了一颗8毫米的珍珠 首先留大约10厘米长的线头 然后开始勾至辫子针 长度没有要求 一直勾到自己满意的长度 就可以了 上次我做了一个长的挂绳 这次我做了一个短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 先找一个能穿过珍珠的针 然后再把线带过来 穿过珍珠 这样挂绳就制作好了 接着呢还是用缝针 把刮绳缝在花瓣的尖端 两个小尖端的中间 中间位置 入针 穿到对侧 两个大花瓣的中间的位置 穿到对侧两个大花瓣的中间的位置 线头进行打结 藏线 这样挂绳就组装好了 接着来够花瓣 先用绿色的线来够花鳄 缓起五个短针 第一针可以用记号扣做一下标记 五个短针勾好后 手紧线圈 接着和第一针进行引拔连接 第二圈先起三个辫子针 紧接着在下一个针目里 勾一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继续下一个针目里 再勾一个长针和一个辫子针 继续完成后两个针目 起针的线头可以剪断了 这里数一下算上起针的三个辫子针 我们一共是五个长针 完成后和第一针进行引拔连接 注意要把织物的正面露出来 拉大线头断线 花鳄就做好了 接着个花瓣 还是樱花粉色线 找到入针位置 找到入针位置是在上一圈 每两个长针中间的辫子针 形成的这个洞里面入针 是很明显的这个洞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粉色线带过来 我们现在先钩一个锁针固定 紧接着钩两个辫子针 接下来在同一个入针位置 我们勾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这是第一个 继续 第二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第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第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然后一次性绕过 勾针上所有的线圈 再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一次性绕过 这样一个花苞就勾好了 接着勾一个辫子针 继续在下一个入针位置 勾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和一个辫子针 依次拉过所有的线圈 再勾一个锁针固定 接下来勾一个辫子针 还是一样的 线头可以剪断了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剩下的三个花苞勾针好 最后一个花苞勾好之后 我们在第一个花苞上面的锁针位置 入针进行引拔连接 接着来勾第二圈 第二圈的入针位置 在上一圈的每两个花苞中间的空白注入针 先勾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勾一个短针 按照这样的组合方式 把剩下的部分勾完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最后一针完成后 拉大线圈剪断 找到第一针或第二针的入针位置 把线从后往前拉过来 再找到最后一针 横着的这两根线 从下往上入针 再把线头拉过来 最后把线头在织屋的背面藏一下 剪断线头 就完成了 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方法 再制作一个相同的花苞 好 这样两个花苞 我们就都做好了 接下来勾针绿 依然是樱花粉的线 来看一下 吊绿的固定位置 是在挂绿 对应的两个花瓣的中间位置 针绿依然是用辫子针来完成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所要勾之的长度 这里没有固定的要求 我们首先来勾至第一边的吊绳 完成之后呢 直接在花瓣主体的中间位置入针 勾一个引拔针固定 继续勾辫子针 来完成另外一侧的吊绳的勾边 针绳勾到合适的长度 就可以拉大线圈断线了 我这里钓绳 两个钓绳是一长一短这样搭配 钓绳勾好之后 把花苞和钓绳组装在一起 从花苞的内侧 也就是花鳄的中心位置 从里向外 入针 然后把钓绳的一头 带过来 打结 多余的线头剪断 这样第一个花苞就安装好了 用同样的方法来安装第二个花苞 这样我们这一款樱花的小刮件就做好了 喜欢的小伙伴 请记得帮我点击关注和转发哦 好了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